嗨大家好我是腳大 今天我們來聊的是 Adidas AD0 Takumi Sen 10 那和本集同時上線了還有 R6 Metaspeed EACH PARIS 那這兩款都是之前腳友們敲碗的鞋款 那這兩集測試的產品是我們在電商自行購買 內容不受任何干涉和影響 那這一個月來呢 兩個A牌呢 也剛好都辦了自己的 5-10K或是更短距離的路跑挑戰賽 都是在奧運前狂打猛推的競賽鞋款 不過兩款最大的差異是 EACH PARIS 是碳纖維板鞋 Takumi Sen 10 中底裡的結構呢 是玻璃纖維構成的 Energy Roads 價格差了將近一倍 那大家也可以交叉對比兩個影片參考看看 那這個以職人來命名的系列呢 10年前問世的最初兩代是典型傳統EVA中底博底鞋 從三代到七代仍然是博底 不過加入了 Adidas 在2010 年代 曾在業界領先的中底科技 Boost 那在超級跑鞋時代來臨之後呢 第八代徹底轉型 以新的中底科技 Light Strikes Pro 重新出發 在不增加太多重量的情況下呢 厚度從前16mm後25mm增加到前27mm後33mm 那直到現在的第10代呢 中底和大底的造型 還有裡面勾爪造型的 Energy Roads 基本上沒有任何的改變 改變的則是鞋身 還有 Adidas 官方所述中底科技的精進 那其實 Sen 10 有一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增加重量 我之前是沒有穿過改版之後 叫厚的 Takumi Sen 第10代算是初體驗 我甚至沒有穿過 Light Strikes 中底的鞋款 所以也算是 Adidas 超級中底初體驗 其實很期待 Sen 10 的特殊性 那在開箱之後呢迫不及待趕快來秤一下 結果發現竟然是200G 一開始有點不敢相信 想說484鞋子裡面還有紙團之類的 後來去查了一些評測數據交叉對比 第10代還真的變重了 那相較第8代和第9代增加了約15G 也就是說本來第8和第9代的US 9.5呢 跟 Faberfly Next Percent 系列差不多是185G 第10代增加到200G 其實已經不算非常的輕了 只比超厚底暴力彈的鞋款呢 像是 Ava Flight 還有一堆 Elite Pro 的 稍微輕一點而已 那炫頭方面呢 Sen 10 US 9.5 大概是110mm 相較於其他超底跑鞋呢 屬於中等的寬度 那開箱完 Sen 10 穿上踩踏的感受 有超級跑鞋中底回彈的感覺 明顯屬於較硬派的那一端 不是踩下去下陷很多 然後再彈上來那種類型 厚度前27mm 後33mm 算是有一定的高度 不會有脖底鞋的感覺 那對比真正的脖底鞋呢 也真的是相差蠻多的 那鞋身的部分 Sen 10 做了很大的改變 前兩代為了輕量化 那個半透明的尼龍網布呢 據說很容易破掉 也有評論說很不穩固 那第10代就整個加厚加固 摸起來表面就是非常硬非常厚 這個推測應該非常堅固不容易破 但沒有任何彈性 所以在綁鞋帶時 常常很難抓到剛好合腳的狀況 有時要來回喬好幾次 那鞋舌呢是非常柔軟舒適 那現在很多家也開始使用這種布料來做鞋舌 但可能是為了要加固的關係 覆蓋在鞋舌上 鞋帶孔這一圈 用兩種不同的塑料 做成堅硬的形狀 角裸邊緣也是加固非常堅硬 可以說是零零角角 沒有穿襪子直接套的話 整個腳背腳裸都磨來磨去 也不建議三體的選手不穿襪子直接穿 那跟腱部分是有一層像鞋舌一樣的柔軟布料 這就對皮膚友善許多 不過必須說SEN10腳跟的穩固性 可以說是普普通通 綁鞋帶的方式和緊度如果沒有到位 就會有滑動感 那還是要實際跑一下測試比較準 第一次穿SEN10 就直接加入板娘跑 長距離訓練後半的中高強度區間 跑了10K介於每公里 4分20秒到4分整的配速 可能是厚度不薄不厚 一開始有點變了 一時不知道要用厚底邁開步伐的跑法呢 還是用薄底輕易點滴的方式 那就給它順其自然吧 10分鐘後就進入厚底鞋那種順順步伐的跑法 觸地反應有感覺是比真正的厚底鞋靈敏 但也明顯感受到避震保護都比厚底鞋低很多 大概是一種以厚底跑法的靈敏跑鞋 但嚴格說起來靈敏度 又還比不上真正的脖底鞋 像我現在還有在穿的胡肘 還有Mizuno Duo Neo 那這樣的感覺呢 也在接下來幾個速度比較快的乳酸玉脂跑得到驗證 一次是1600公尺跑4趟 配速從每公里3分45秒跑到3分35秒 然後是跑步機5分鐘5趟坡度5% 速度設定為14.6kmh 換算戶外平息大概是每公里3分38秒 再來是一個400公尺15趟短休30秒的乳酸玉脂間歇 配速就於每公里3分30秒到3分35秒 最後一趟換檔跑每公里3分10秒 以上訓練穿Sense都順利的進行 頻率其實都落在比較低的後底鞋跑法那一端 帶動滾動其實都算蠻流暢的 在快慢交替之間感受到Sense中底平順平均的高度呢 不管在快跑的前沿著地 或是在慢跑時中間偏厚的著地方式 都能順暢的變換進行 在逐漸加速的過程甚至最後換檔時都很順暢 不過像有一些碳板鞋需要抓不同的甜蜜點 也不會像一些博底競賽鞋啊 轉換成慢跑時用後緣著地時會突然有點尷尬 不過就如踩踏時的感受 Sense的Lightstrike中底比較硬派 是有回饋感 但是比起其他牌子的超級中底呢 每次腳著地震盪衝擊的感受都很明顯 訓練完甚至腳底板會帶有衝擊的疲勞感 大概一兩個小時吧 可能跟我的體重62公斤 又是腳到暴力跑法的一種關係 這種中底可能比較適合體重更輕 或是跑法更輕盈的跑者 另外我腳到暴力跑法穿Sense會造成的困擾是 跑速度腳底會有灼熱感 還有腳底外側和鞋身摩擦的部分 也有快破皮的感覺 當這種感受越來越強的時候呢 不得不強迫自己用比較輕盈的跑法 那總結來說呢 其實Sense對我有一種 介於厚底鞋和薄底鞋之間的尷尬感 那中底結構和厚度 讓我會自然用厚底鞋賣開步伐的方式去跑 但比較硬派的中底呢 舒適度和回饋感又不如真的厚底鞋 那200G的重量和介於30mm上下的中底呢 不是真的很輕薄 靈敏度不如真正的脖底鞋 產生衝擊和摩擦造成的不適後呢 強迫自己改成用比較輕巧的跑法 又沒辦法真的很輕巧 其實我本來也想說 Takumi Sen系列評價一直都很不錯 在想484我的跑感和狀況不好 才會有那樣的感覺 所以多試了好幾次訓練 才真的比較確認的給出以上的感想 那其實參考了很多評測交叉對比後 大致歸納出 如果你是SEN第八代和第九代的愛好者 建議可以趁還買得到的時候趕快把握 因為第十代中底沒有什麼改變 但鞋身變硬又磨腳 還多了15G 那如果想嘗試SEN10 或是在尋找有保護度的 脖底鞋的腳友們呢 建議也可以去試試看 那胡走或是Mizuno Duo Neo 至少以脖底靈敏度和反應來說呢 小弟覺得這兩雙都比SEN10來得好 那在網路社群上的討論呢 Hokka Solo Road 還有在台灣沒有賣的 New Balance Full Sail SC Pacer 似乎是評價不錯 也相同屬性的鞋款 那Nike也有輕量的SEN10 我是沒有穿過 但大家對這雙的評價是一面倒的悲劇 就是很軟沒有回饋感 所以假設SEN10無法和SEN10 相關提並論 那可能小弟對SEN10期待太高了 所以沒有達到預期後給了一些負評 但以3張半左右的小朋友 就可以入手的價格來說呢 比起動輒5678張小朋友的超級跑鞋 可以說性價比相當的高 即使比賽可能不會拿來上場 那平常練習如果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 還是頗適合的 那如果作為日常訓練用呢 就要來看看耐磨度了 SEN10使用了Edidas 一直使用的continental橡膠 耐磨度算是有一定的水準 而且雖然看起來很平 但抓地力意外的不錯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有一次在跑完跑步機訓練後 看到跑步機後面有很多磨掉的大底粉末 因為很少見 所以蠻驚訝的 那以上就是SEN10的分享 那大家也可以參考 和本機同時上限 板娘測試的R6 Metaspeed EACH PARIS 那我們不停腳 下次見